金融市長謝國良化身成廚工 出席暑期廚工衛生講師 當場隨時做料理 沒幾分鐘這一道奶香出流就大功告成 現場香味四溢 一旁孩子們看到都口水逐流 市長謝國良也宣布 為了照顧和留任優秀學校廚房工作者 今年8月1號起 金融學校廚工 暑假也能夠領到薪水 今年8月開始我們特別追加預算 那辛苦在學校廚房工作的阿姨們 暑假也可以支禮拜薪跟年中獎金 同時也為我們孩子回顧廚房環境 也利用暑假的期間精進鼠疫 我想我們是不是簡單一個掌聲 謝謝這些廚房的阿姨們 那我們從上任以來真的推動了很多 包括營養午餐每人每餐 增加20元的政策 我們一切的目的就是要讓孩子吃得更好 更健康 我想我們在這方面做的努力 大家都能看見 我們也會繼續的好好的把這個 學校的營養午餐把它做好 那也很感謝有更多的 不論是業者專家HACCP都投入在這個領域 在基隆讓我們的孩子吃得更健康 市政府教育處表示 今年暑假針對了營養師 午餐秘書和廚公舉辦了衛生講席培訓課程 包括8場衛生講席和2場廚藝精進課程 總計有600人次參與 希望讓第一線廚房工作者 學習更多烹飪技術和創意發想 把學校營養午餐變得更美味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